好 回到文化回來講好了 如果總統即使掌握了司法監察國安整個系統好了 那朱立倫跟王近平在怕什麼呢 除非他沒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 才要屈服於他不是嗎 慶元議員 事實上這個問題真的是大哉問 因為我們常常講說 這個現在是藍營執政了 這時候變綠營執政了 然後司法界裡面就開始說 我翻身了 我終於翻身了 這就是剛剛印證的一句話 在司法界裡面 如果司法人員他本身有藍綠 或者是有意識形態的話 對我們的司法的發展 他永遠沒辦法改革 我舉例來講 像我以前曾經 因為陳律扁前總統曾經告過我 那一告我以後 在地方法院裡面那個陳審法官 還蠻中立的 我可以感 中不中立其實你被審理的時候 你就可以感受得到 對 你就可以感受得到 結果那個審判長 這個言論就不一樣了 我就說 我在這個審判長是什麼背景 結果回去網路一掉 他說他是李登輝總統名 我說我這樣 我慘了 因為李登輝是我以前罵最多的一個 罵了最多的一個 你感動的 不但罵了最多的 還寫了一本書K他 我就死啊 所以你看很快速審速決 立刻寫一本 只是寫一本書罵陳律扁前總統 有期徒刑不但是六個月 還赤頭恭喜兩年 這樣幹的喔 所以我跟你講喔 這個東西我感受很深 所以我覺得說今天回到剛剛講這個問題 就是說馬英九總統 他看到那個陳律扁前總統被司法審判 淒淒慘慘到這種程度 然後周一寇等人名嘴 說我一定要把你打入監牢 我怎麼樣 磨刀禍禍 追殺到底一定要讓你加倍奉還 加倍奉還 坐進監牢 你想想看他自己怎麼會 怎麼會不恍恍然 爐坐針針 對 爐坐針針 再加上他跟王金平院長 這個馬王之爭 打到這樣的一個鮮血淋漓 而且呢是用所謂的司法官說 去這個把王金平院長 一定要把他 想辦法把他院長拿下來 結果當然是拿不掉 拿不掉的話 現在是馬王的正正的續集 續集 那像他王金平在院長 在司法界裡面 我相信他裡面 也有自己人馬 那不是沒有耶 而且他人馬是實力派的 你說馬英九總統緊不緊張 他當然緊張啊 所以這樣的狀況之下的話 你就可想而知 他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佈局 OK 這樣的佈局 就為了他自己的一個 所謂的安全感 能夠安全下莊 至少下莊以後 萬一周一寇等人繼續追殺 加倍奉還的話 最起碼到某個關卡 可能就堵住 某個關卡可以堵住 所以這樣的一個狀況 對我們的司法坦白講 真的是非常的不好 但是我剛剛講就是說 事實上我最痛恨的是兩種行為 跟兩種人 一個是那個新任大法官林俊毅 我在乎的不是說 他當時特別會案 去給所謂的馬總統 有無罪的機會 對 而是在當士林地方法院法官的時候 他們的院長要高深司法院的副秘書長 然後呢 就集體邀請其他人合資打造一個黃金船 叫做一帆豐盛黃金船 我在乎的是他這個行為 他有這個行為 這個人根本不配當大法官 可能法官都不配喔 法官可能都不配 司法界如果有這樣的風氣的話 我們司法完蛋了 第二個檢查總長黃世民 他竟然為了要抱總統大腿 然後呢拿著所謂的黃金平院長 涉及所謂的司法官說的 這個裡面的那個所謂的偵辦進入 偵查紀錄 還有包括所謂的監訓紀錄 跑去幹嘛 給馬總統報告 因為他知道馬總統 從頭到尾就是要休憶王院長 等這個等很久了 對等很久了 這種抱大腿的檢查總長 在司法界裡面 無視於說我們偵查不中開 所有的偵查資料 就算你貴為總統 你也不可以看 對 檢查總長連這種事情都要犯 這個人早就該滾蛋下台 我覺得司法界如果這樣的人 沒有把他好好的治理一頓的話 司法沒有希望 沒有光明 那個自從法官法通過以後 監察院有一個慣例 只要是你們檢評會通過的 對 監察院自認為他們是橡皮章 對 因為他們說既然法官法已經設定了一個檢評會跟法評會 對這些不孝法官跟不孝檢察官去做出評價 對 所以監察院裡面所有監察委員都自動說這種案子我們就尊重人家的決定 對 但從成立以來唯一一個例外就是黃世民兩次彈劾不過 對 他是你可以想像說馬英九用多大的力氣在他安插的監察院裡面 沒錯 做了多少護航的人 沒錯 所以他這張表裡面就剛好可以從黃世民那邊還可以透視到監察院他的人馬是差得多強 所以說最後我要講就是說你看看這個國民黨正準備在中場會議要通過黃秀柱成為這個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的前夕 怕黃金平的派系開始在裡面發動在裡面搗蛋 對 於是馬上過去黃金平院長曾經涉及到的他的關係良好的林鴻民林鴻到的案子立刻就變出來了 然後呢 這個這樣的話坦白講一句話 你告訴我黃金平院長他敢在這裡面上下起手再繼續跟所謂的黃金平跟馬英九總統繼續對抗下去嗎 所以我就覺得說今天不管是朱立倫不管是黃金平我自己都私下了解 我也問過一些雜誌的媒體的記者因為我自己也是雜誌記者出來的嘛 他們告訴我一句說王金平院長的朱立倫朱立倫這個主席的一大堆資料等著要上陣 等著要上陣各位想想看如果有這麼一大堆資料再加上馬總統對我們司法的掌握是這樣的一個縝密的話 你告訴我他們兩個人怎麼敢跟馬總統去這個民的對幹呢 至少要等到他卸任總統以後再說吧 對 所以有人說呢明年的一月份以後到明年的五月份之間 也就是說王金平院長卸下院長職務到馬總統還有掌握四到五個月的總統的時候 這段時間會有很多好戲會發生 進入廣告 馬上回來 表面上面他是民間組織其實是直屬北京中央的官員 比我們這些國台派更直接